吃人的老人 那是大历年间的事儿 当时我只有十岁 跟家人住在这间田舍里 在那个让我毕生难忘的晚上 我的丫鬟在床前酣睡 而我翻来覆去 总难沉眠 直到三更古小 我突然看见一个白衣老人 站在我的门前 你们怎么睡得着的 大爷 不是你的故事不恐怖 在下是鬼故事博主 我超用的 我不是要吓你 我只是想找个人聊聊 几十年了 内漫的遭遇无时无刻不再折磨着我 公子既是来结束 就不能听我 念叨念叨 啊 念叨念叨 只见那老人 两只鸟牙伸出唇外 就这么死死的盯着我 我吓得当场是话 目若待己 过了差不多一亿年 那老人走向床前的丫鬟 一把将其攥住 然后 你吃过老北京鸡肉卷吗 吃过 开封名菜 那老人就像吃鸡肉卷一样 别人带被子 一口口把丫鬟给吃了 那叫一个地道 干净又卫生 啊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就大叫起来 那老人瞬间消失了 只剩地上半个鸡肉卷 从此以后 我就特别怕老头 和鸡肉卷 可你不也是个老头 是的 我老了 现在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就好像又看到那个食人的怪物 所以我家从不放镜子 我念叨完了 公子明日还要赶路 早点睡吧 大爷晚安 一会儿我们终于能休息了 等会儿 不对啊 公子 丫鬟 老人 彼时彼刻 恰如此时此刻 我想多了 睡吧 小飞关奶呢 直到看见这四散的幽魂 我才明白那恶鬼的可怕之处 不是吃人 而是利用恐惧 在漫长岁月里 蚕食目击者的心智 待时机成熟 便将其夺舍 再去吃人作恶 今日若不是玉湖 我难免成为下一个恶鬼